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容易适合自己现空的方式然后下去运用 我觉得这可能还蛮好的 谢谢谢谢 我觉得你每次提的问题都很有趣 刚好可以脑力激荡一下 我觉得跟吴杰说的就是感觉很像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怎么可以想得到那么多不一样的方式啊 就是我会在跟你们做团练的时候 会感应一下你们的目前的状态跟能量 你会通灵哦 没有不知道 有点类似调频 你知道那个 调频哦 对我们有练习调频这个部分嘛 有吗 有 但是他没用 可是看你又觉得很厉害耶 我觉得蛮好用的 不能说他没用啊 我觉得还太巧了 你可以就是有机会再回去听听看哪一个调频的冥想 其实我对那个真的很没feel耶 就可能现在你还不太适合他 你可以先做别的 你觉得好玩的啊 有用的 你先去做那个 对 对 然后之后你会有一天 就忽然听到那个调频的冥想 你就知道怎么用 哦 就是可能目前你现在的练习可能还不够 前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打开 感知意都还没有打开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调频这个冥想 嗯 或是你做了没什么感觉 我应该这样讲 嗯 对 像你有一些设计设计得很好玩的 那个我就会想要去做 哦 哈哈 真的真的 那你觉得就是 梦想显化术带给你有什么样的转变跟成长 我觉得你很有趣耶 你课程就是 就是每次问你都说没有练习 然后可是团练都有粗息 因为我想要听你会变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方法啊 哈哈 哈哈 我有一种被讨试的感觉 你没有被讨到啊 哈哈 哈哈 好哦 谢谢采薇 我觉得你的 就是给我的频率很好 所以我就可以帮你想出有个美的 太棒了 哈哈 好 谢谢采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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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